接下来我们看9.2的这个食物的消化 那关于煤的叙述呢 何者是错误的 煤不容易受到外界因素影响 如温度酸碱性 其实它很容易被这个温度跟酸碱度影响的 OK 所以如果你温度太不适宜 它就可能就方向的不理想 所以它是其实很容易被这个影响的 然后它具有催化能力的有机物 它有专益性 它只能催化一种的反应而已 它有高效性 它只需要少量呢 它就可以迅速的进行了 下列何者不是胃酸呈现酸性的原因 不是 所以胃酸酸性的原因 第一它是为了要杀菌的功能 第二呢 它提供了这个酶的适宜的酸碱度 因为我们的胃蛋白酶 是需要酸性才能够操作的 然后呢 还有一个保护胃壁的作用 可以有力的收缩 这个好像跟胃酸是酸性没有关系 这个没关系 OK 所以配对呢 各消化液里面的有什么消化酶 破液呢 是有淀粉酶 胃液里面是有蛋白酶 然后一液呢 是所有的酶都有 淀粉酶 蛋白酶 脂肪酶也有 胆子呢 是没有酶的 这个很多同学会圈 脂肪 因为它其实是有帮助脂肪的消化 它怎样帮助呢 它是乳化脂肪而已 但是呢 要注意的 它是没有这个脂肪酶的 OK 所以这个呢 也是有很多 有一些同学就中了这个陷阱了 长叶呢 跟一叶一样 它是所有的酶都有 淀粉酶有 蛋白酶有 脂肪酶也有 OK 那最终会分解成什么呢 淀粉最终会分解成葡萄糖 蛋白质会变成氨基酸 然后呢 脂肪的话呢 会变成肝油和脂肪酸 OK 所以大致上是这样